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小时必须身边有人监护着 给脖子的那个口子换药 不给他每天擦一擦你怕他感染 她丈夫从17年的9月4号走了到现在不露面 从来没有给花过100块钱医药费 走的那天晚上贴在门上 9月3号贴在门上 9月4号早晨走的 走的时候把门锁了 我们到现在我们也找不着人 房本水卡还有燃气卡都拿走了 好久没见见了 真好 孩子上学适应吗 喜欢上学就会不爱学习 哎呀小朋友没事 小朋友还小 你说你就想到苗苗 孩子这门有个妈 对对对 你别哭 没哭不哭 所以还是要树立信心 你有很年轻 树立信心 我有信心 对对对 在我们的很多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叫做非典型性家庭暴力 这种忽视和照料步骤也是一种暴力 如果严重的话 他应该是遗弃 甚至是构成犯罪的 他认为丈夫呢对他和孩子存在这种虐待和遗弃行为要求追究那个丈夫的这个刑事者 去年把刑事案立上了 就说这个刑事案他们反复研究说不够 有了一切行为 但没构成罪 然后这案子就驳回 确定出阵 替民众以安选 动静的机制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情况 孩子完全不管不顾 一分钱都不讨 我们找幼儿园的老师 老师说从来没看着我爸爸结婶过一回 我就想同为什么 就是一个小女孩为什么能不管 生了淼淼以后 她就觉得淼淼是个女孩 一直跟我说的想要老二 裤子都是我自己做的 一块钱做两条 孩子小我怕她穿裤子不认识前后的 我都前后给她放个记号 给她做个小爱心 我说我要再小时睡吗 苗苗什么衣服都能穿 快点长大 国家法律上是没把你扔到马路上 如果老爷和姥姥不管 小的不会用火 大的是不会动 我就没法理解 这个不算一切 这个就杠杠卡在哪里 北京收到 这个 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是这个第一个 最热的最少的 你看这个 这个密码吧 他每月他爸他妈以后 五六千块钱 小薇也没有收入 还要交一千多块钱收保 他每月你想着 支费药就七八千 这个就是什么 一切就是广报纸 乱七八糟塑料袋 这个是那个吃药的那个包装 乱七八糟小纸箱 大纸箱算下来 我就一个月就卖二十多块钱 然后卖二十多块钱 我就换一个洗头膏 一个夹膏 有时候说 你有病了 为什么要牵连别人 让别人管你一辈子 就说是 你要给我妥善的安排 给孩子生活费 现在又不同意 从我们的法律来讲 他对婚姻关系的弱势方 是有保护的 这样一个立法精神的 当然人的能力有大小 如果是连这样的一个努力 你连这样的一个义务 你都不尽 我认为 这个就是触犯法律的